梁朝伟被爆1.6亿片酬却不演之音曾与董捷的绯闻。 期待已久的如意传终于开播,首播日就达到了2.4亿的播放量,相当厉害。 不过周迅因在片中强行装少女,遭到了群潮。 相对于周迅成为重视之地,饰演男主角的霍建华幸运递避过了网友的吐槽,毕竟男人41只花,男演员的青春保质期要比女演员长得多,所以不会产生强行装嫩的违和感。 而且霍建华本身长了一张正气的脸,眼皇上是最适合不过了。 不过,近日有报道称,如意传男主角的第一选择其实并非霍建华。 在台湾一档娱乐节目上,主持人爆料如意传之所以未演先轰动,是因为一开始,爆出的男主角是影帝梁朝伟。 当时更有传剧组开出7.5亿元台币,约1.6亿元人民币的天价片酬,打动维子答应接言。 而众所周知,梁朝伟已经多年没演过电视剧,所以消息传出来时,外界都十分期待。 不过,当2016年如意传开拍时,男主角却变成了霍建华。 主持人称之所以会换人,是因为有一个人不开心了,而这个人正是梁朝伟的老婆刘嘉玲。 刘嘉玲之所以宁愿放弃一元片酬也不让维子接言,如意传,是跟两位皇后钟迅和董姐有关。 翻查一下资料,2016年如意传刚宣布开拍时, 确实传过要请梁朝伟男主角。 当时片方还出来回应,表示与维子方面有过接触。 当时网上流传的消息跟台媒的说法一致,刘嘉玲坚决不同意梁朝伟演,如意传, 因为维子跟董姐和周迅都传过绯闻,甚至有传董姐之所以能演皇后,也是因为维子的推荐。 因此,刘嘉玲宁愿梁朝伟不争那7.5亿台币,也不愿意老公天天和两个绯闻女友朝夕相处。 现在看来,梁朝伟和周迅的绯闻更像是宣传期的炒作,但是他和董姐之间有暧昧,却是一直在网上流传的说法。 一切要从2003年说起,当时董姐因为金粉世家大火,随后他加盟了王家卫的泽东电影公司,成为该公司其下唯一一名内地艺人,也因此和梁朝伟成为同门师兄妹。 之后两人多次合作,包括电影《地下铁》和《2046》。 还是过在央视同一首歌上手牵手合唱。 也一起拍过不少杂志封面。 也一起拍过不少杂志封面。 中级酒店员工的网友在论坛上爆料,称梁朝伟每次住酒店董姐必定到场,暗示两人有意退。 总之关于梁朝伟和董姐的绯闻一度在网上传的沸沸扬扬扬,即使后来两人分别结婚也未能平息。 不过,虽然传言漫天飞,但是石锤几乎没有,更像是网友捕风捉影。 如今随着《如亦传》热播,梁朝伟和董姐这段陈年绯闻又被台妹翻了出来。 但是由网友指出,梁朝伟近纪年连电影都不想演,更别说是出名辛苦的古装剧了。 所以维自本来就不可能接眼如亦传,因此也不存在她推荐董姐眼皇后,更不存在刘佳玲帮她推剧的事。